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己回国民党就有重大意义 事实上很多以前的所谓四联党员现在也都很踊跃 听说要登记回国民党 但我当然希望将来有些新的年轻的心血能够注入国民党 赵沙康指出 2024选举重点在于整合所谓在野力量 若各吹各的调会分散选票 无法对抗民进党 但也不是要将亲民党 新党 台湾民众党等其他政党合并 而是集中力量与意志 赵沙康说 他选择提早曝光消息 是因认为未来不能再让民进党这样随心所欲 民进党独断独行的日子应该结束 而台湾民众也已无法再忍受他们帮派分赃一般的统治了